好 主播各位觀眾持續帶你來關心 基隆新風街走山的最新現場狀況 那可以看到呢 目前在我身後的施工單位呢 已經在剛剛稍早9點鐘以前呢 就已經進行開工了 那目前首當其中的這個工作的要點呢 就是要趕緊的來把這個攤方的土堆呢 來進行清淤完畢 那根據了解呢 其實本來的規劃是要24小時 連夜不間斷的搶收 只不過因為這個攤方的土堆的量 實在是太大了 再加上這個廢棄土堆處理場的一些 營業的時間的一些問題 還有處理的量的一些情形 所以呢 其實這個工程呢 在昨天晚上9點的時候呢 就已經先行的停工了 不過呢 今天即使是週末 在早上9點前呢 施工單位也已經就定位了 要趕緊的來進行復工 希望能夠趕緊的來搶通 而稍早呢 基隆市長謝國良 也來到現場勘察情形 究竟什麼時候會最快的來搶通呢 市長也有給了最新回應 待年聽到現場的最新訪問 我們這個新豐街的這個災害的 這個復原的重建工作 我們的施工團隊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那我們剛剛也跟他們一起在討論 那我個人是比較希望說 他們能夠在這個 不要等到禮拜一的凌晨 而是在明天的傍晚 明天的傍晚就能夠把雙向的這個環境呢 把它恢復 然後讓雙向能夠恢復正常的通車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還是要把施工邊的那個邊坡 然後然後這個防護要把它做好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天半的時間 那氣象預報也有部分的好天氣 所以我就是希望說 包商大家施工團隊我們辛苦一點 希望能夠在禮拜天的傍晚 禮拜天的傍晚 然後就能夠把這個環境能夠把它整理好 然後能夠恢復雙向通車 好 那我們可以聽到其實基隆市長謝國良 這邊是承諾說希望可以最快最快 在明天下午呢就來回復通車了 而另外還有不少人關心的就是 汽機車載損的這個狀況 那謝國良他也提到說其實過往啊 在這個基隆市並沒有相關的條例 還有規定來進行這個部分的申請以及補助 不過呢他會參考就是高雄市 目前正在執行的一些方案來考量 是不是可以針對這些災損的一些汽車 還有機車來進行相關的補助 而一些週末的話 重點會放在搶災的這個情形 那週一的話會針對災損的部分 再跟市民來進行報告 以上就是兩位找到正義行程 想要時間盡頭交還彭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作為全球的電視 完成車 耶穌全球的電視 你現在可以針對 譬如是 造成太羖的 這就是 那時候